来日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徐复造 亲口听听老先生跟高昌剑相处的 这二十多年的时光里面 听他讲几件亲身经历的事 他说的那绝对就是第一手资料 张涵与戴军前往本次寻味之旅的最后一战 与孙坚罗西会合 这就是高昌剑先生吃了八百多顿饭的地方 还了解的比王哥还厉害 真的是了解 这也太舒服了吧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次来东京最想来的一个地方 餐厅的老板的徐复造先生 他跟高昌剑先生几十年的交情 我们是不是今天能见到徐先生 不过很不巧他现在正好走出去了 这一点有一点遗憾 不过为你们准备了一道 是高昌剑先生生前最喜欢的麻婆豆腐 还有他最喜欢的煎饺子 每次过来他一定要吃这两道菜的 我拿过来熬 我现在其实蛮期待的 我不知道就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度 吃这两道菜是什么样的味道 日本人其实很迷中餐 对 这蛮大家的中华料理 在中华料理里面 点拨量最大的麻婆豆腐和饺子 来了 来了 这个 这单独一种一种的 你闻这个味道 马上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一会儿吃过天 我觉得就是闻到这个海鲜陈醋的味道 就感觉一个中国的味就被唤醒了 唤醒了 非常正宗 辣中带着一点甜 肉沫也很香 人家说十里不同天 你说已经这个飘洋过海之后 我们的中国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别 但这就是高苍健先生最熟悉的味道 好可爱 哇 哇 我没有啊 欲言又止 来碗米饭吧 马上有饺子 日本煎饺配海鲜陈醋 好吃好吃 刚才第二道美食找的是高苍健先生 青年时候的味道 直到临去世前 他还在这儿 要了一份麻婆豆腐 但是没有吃下 最后打包带上去了 据我所知 他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 他从医院里溜出来到 到这儿来想吃最后一顿饭 然后呢点了麻婆豆腐 但是他身体不舒服也吃不下去了 然后他做了一会儿之后 把这个麻婆豆腐和那个锅帖 大包带回医院说我慢慢吃 咱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 来学做一下麻婆豆腐 学一下他们这儿的麻婆豆腐 对 好的 这让我们学会做起来小菜 学姐我问一下问一下 就是焦翰宇哥做麻婆豆腐那位 是当年给老高做麻婆豆腐那位 那当年吃了 就是那位师傅你知道吗 太好了 熟悉的味道 走 军哥 我们还再去准备一个地方 然后你们两个人在这边先慢慢学 我们做好你们不吃了 我们就吃了 你们两个人好好吃 军哥 拜托你了 来吧 走啊 好